但是你的风险是在旅途当中 人群的大量的流动和聚集 病毒变异 我们也观察到它的传播力在增强 家里有老人的 带孩子的 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去冒这样的风险 也许你自己在旅途的这些风险 你没事 你最后可能成了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你把这个风险带给谁了 你带回去吧 又是我不停地劝我的车 跟你们说能买新车千万不要买二手车 我去年花了五十万 然后买了这台宝马差七 然后那个销售非要让我加一下原始车主 我想长个还挺帅的 我想能多问一下请教点问题 没想到我们一聊就聊了一夜 买了几年后庆的时候结婚了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主要是他现在开着车上帮我还是没揍 上课了 我再走一趟看 我才没闪了 我要发财了 我只寄回来了 我发财了 我永远没有带火了 我儿子也没有带火了 一个月进程恒叉叉叉 很多人一字马下不去都是因为太疼坚持不了 今天分享一个快速有效的一字马训练方法 首先第一步是热身五分钟 建议是高抬腿或者开合跳 然后练习竖叉 像这样子拉伸前脚 左右脚各压二十下 目标是肚子贴到大腿 头贴到地 然后像这样子压你的竖跨 左右脚各压二十下 注意要做到有效的拉伸 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再开始压竖叉叉